当地时间9月3日,第七十届威尼斯电影节第七天,主精彩三元电影《皮囊之下》在水城举行首映发布会 导演乔纳森·格雷泽协在片中有着颠覆性演出的好莱坞性感女星主演斯嘉丽·约翰逊到场助阵 据悉她在片中饰演一个潜伏在地球上的外星人,利用美色来诱惑人类 与她之前作品中拉风的装扮有所不同,她在片中的造型极具女人味,变光四射 并且她并不认为这是一部科幻电影 我 blunt的说明你认为这位相对比较语论创作专门 但在实际上,Jonathan和我说过这一段时间, 他在做这个,我认为是在看这个, 虽然我可能有点不同的想法。 但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是一个经验, 我认为它不合适于一个游戏, 像是批评,或是科幻的电影,或是恐怖的电影。 对于导演乔纳森·格雷泽来说,这是他第二次登陆水城, 《角逐军师大奖》。 现场有记者问及,类似叫《皮囊之下》的影片有很多, 这部电影有何不同? 导演乔纳森·格雷泽回应道, 我只是讨论好cis, 我会问一下, 这部电影尸体艺术 印尽任, and I was very keen to change the title of the film partly because of another film that was called the same name there's a lot of films by the same name the one you're talking about the Adler film is excellent and it shares the same title but it's not anything like I mean I think they're vast completely different films Souhou Shibuya Yulababa, Weenis報道